NEO聊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可聞時訊 我們來看一下大約11點多方向 HERA選擇了維京人 維京人特勝是他的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都是免費的 那他的經濟也會變成成為 這個世紀帝國裡面經濟裡面最好的文明 那維京人他的步兵血量是比較多的 那工兵路線他的三級射雖然有 但是沒有拇指環 會可惜了一點 但他又有精冠技術 狂暴戰士幫 有點難見了 所以他的工兵射程雖然是一樣 但是傷害可以到11點傷害 還算是不錯的 維京人比較可惜的是 騎兵路線沒有跟蹤技術 也沒有品種 用起來會有點尷尬 但是基於他強大的經濟能力 其實在必要時候轉騎兵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馬來人特色是他的大上折扣非常便宜 而且擁有免費的步兵鎧架 所以他速成步兵是很快的 而且只要點下精冠技術之後強制增兵 雙手建兵就不需要再黃金就可以製造出來 後期也可以打強奴母子環都有 所以他的工兵步兵騎兵路線都是ok的 但是騎士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品種也沒有馬鎧的部分 所以後期呢地龍時代通常都是走肉馬 或者是走這個精銳毛巷幅會比較適合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部分看起來馬來人地圖右邊還不錯 但是比較尷尬的是有一塊附金在前面 有一塊在裡面 還算是能圍 好能圍一下 後面可能要直接圍到底 那HERA這邊的圍巾看起來金礦是也不錯的 但是下面的也是一塊金都是正對對手的方向 那兩塊金都是在側面 沒什麼問題啊 我覺得這個地圖真的是看起來有夠像是 五六年前的阿拉伯 好真的好看起來奧偉 這個打直城應該蠻舒服的喔 好那我來看一下兩邊封劍時代會怎麼打 那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正常的肉馬開喔 因為這兩邊的文明喔 維京直城跟馬來直城都沒有比較強力的戰術喔 封劍時代還是正常的小打小鬧 唉唷這邊想要阻止趕路 這個HERA想要跟對方打到對方的路回去 他就可以走了 但是沒走 被換掉了 這個打臉來的有點忽然阿 還以為他要走 結果沒有要直接尻到底 那最後是由YO拿下了這個優勢 好那現在維京人 HERA已經點下了封劍時代18P 居然也點了 維京人這邊打洛瑪也OK 那目前看起來經濟配置喔 打洛瑪是必然的 這裡沒有挖金礦是很正常 所以這邊是下馬舅 好馬舅下了一級伐木點了 一級農要不要投資一下呢 好投資一下OK 這就是維京人 一農一木點下去就對了 好待會再補兩個房子 好洛瑪趕快按 好補房子補房子 房子補出來 待會正面就會好打了 好那現在YO也點下了 金銀 現在弓兵還沒有辦法點 維京人沒有打算要走 弓兵路線嗎 哇靠這是怎樣 四人在按牆欸 哈哈 這個牆有點多啊 好 哇居然圍死了 哇居然是要打直層 OK馬來直層上去有什麼可以打 折扣大象之外還有僧侶戰也能打喔 馬來人的僧侶喔 雖然沒有神權政治跟宗教皇樂 但是招降敵方的科技喔 都是充足的 雖然沒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但是僧侶戰也OK 那也有可能 這要打這個工兵開嗎 先點下城堡時代之後轉工兵開 Hera這裡面這隻肉馬就不能輕鬆掉了 這是觀察YO的戰術的最後希望了 這隻肉馬很關鍵 盡可能活下去吧 沒想到YO真的是一個超級大尾 Hera這裡則是沒有維加 要維的話也是小尾 結果這隻殘血肉馬被聰明一拳打死 Hera在這時間點補下了射箭場 看來最後是要走工兵開 馬來人這邊生時代 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就來看一下YO會不會 高速升級 這裡也沒有賣石頭 植物也沒賣 四級 忘記蓋 尷尬了 那這邊升級應該會慢個一分鐘 現在用四級升上去喔 算是高手們的一個共同認知阿 默契之類的 不用買賣的話會慢很多喔 哇 升是慢一分鐘 好 黃金還差三塊 趕快點上去吧 升到城堡時代 但是就會看到 欸 這個升級時間只差了三十秒 原馬來人直接減了一分鐘的升級時間阿 非常快速阿 馬來人 好 馬來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果然也是要走工兵 因為馬來人撐寶時代能打的東西真的不多喔 就是有工兵給的壓力會比較大 好 升上去轉奴兵 欸 怎麼是毛兵呢 可能是HERA這邊先轉的弓兵 剛剛有偵察到 好 升上去之後 HERA這邊 開始嘗試突破城門 好 毛兵趕快點 再毛兵升級 剛點下去 好 再補一下 這隻馬卡雷這個位置 有機會戳洞阿 沒有辦法阿 OK 再補一個 哇 工兵直接被 直接被點掉了槍兵 這裡有個洞 完了 完了 歐歐 怎麼辦 怎麼辦 被偷偷射進來了 滾湯了這個 從這面射進來 炸裂 三隻 四隻 四隻 五隻 但是這毛兵已經升級好了 血 血虧阿 OK 歐歐沒有想到 這也不算是歐歐的失誤喔 是HERA的弱馬 真是卡在一個很好的位置 那這邊細節就是 公兵把槍兵點掉了 好 好 公兵現在只剩下少量的四隻 毛兵 開始反擊這些洛馬回去 好 這隻毛 洛馬趕快解決掉吧 好 現在剩戰毛趕快繼續往前走 好 結果HERA一直沒有點掉 HERA的弓兵 欸 怎麼又換了一隻毛兵 奇怪的 他的弓兵跟我的弓兵怎麼不太一樣 好 現在戰毛 好 遇到騎士沒辦法 修道院補了嗎 看一下 後面還沒有補修道院 因為剛剛墓區被控 現在修道院下不了 好 現在補在這個地方 好 這裡已經控好了 修道院待會要趕快按三旅了 好 現在HERA轉出了3TC 繼續農 邊打邊農 給壓力 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打法 好 0 大毛兵 努力堂啊 哇 這裡牧區炸裂 趕快收村 又要被抓一村 哇 這邊死了6村了 那現在HERA還有維京人的首推測優勢 經濟已經領先了1000支援了 好 終於搞地剩下的工兵 三女走出來 待會也要去招想 但這邊看會不會找個機會把這個洞口給堵起來 不然一直繞也是很麻煩 好 這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裡要自敵牧牆出去嗎 好 自敵 不出去 現在有點微妙 好 騎士有機會招想到喔 可以喔 維京人沒有跟蹤技術 跑很慢 好 好 兩隻生女繼續追 好 但是丟失了視野 斷著想了 HERA這邊繼續用這個邊邊角角地形 好 前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 為了這一波戰毛兵 要怎麼防守住HERA的維京騎士加工兵加頭車 好 好 勝率拉過來 欸 結果下面的騎士招想到了 結果進入了防守模式 兩邊在跟單 乾 乾瞪眼 欸欸欸 騎士跑掉了 唉唷 這時候才發現 哎呀 怎麼是防守模式呢 好 後面也布雷工程器製造所 好 頭車趕快按 不然這個黃 這個石頭挖得不得安寧了 好 戰毛兵 出去 把這個牆滴滴 好 騎士最後追上 讓僧侶去招牆 讓HERA置低了騎士 那騎士現在全時光 現在只剩下兩隻而已 但HERA的重屌 並不是真的要強攻YO 他的目標應該還是生帝王時代 因為這邊對於他強攻打下去的優勢 並不是那麼巨大 而且自身也沒挖石頭 所以這邊的強攻可以判定為了 不是一波流 但是YO應該是很緊張喔 很怕對手過來插寶 好 兩隻勝旅逼退 這隻招牆到騎士過來開砍頭車 頭車要被砍掉了一排 OK 這個頭車兩台換掉 YO打得非常漂亮 完全沒有注意到下面頭車也過來補傷害了 好 KERA的這一波 直接敗退 好 但頭車出來換個波 先砸戰矛 打到兩隻 好 這邊可以預判喔 喔唷 差點被預判到 好險好險 好 好 YO這裡點好了 神旅科技 神聖思想 那現在要思考是 要不要點 救贖思想呢 研究贖思想的好處是 可以招搶敵方的工程器 跟建築物喔 但是是沒有辦法 很好地反制 敵方的 工兵單位 好 頭車淋濕再砸一發 結果活了下來 神聖思想就是這麼的耐扛 神聖思想真的不錯 好 救贖思想還是點下了 然後就可以招搶第一棒的工程器了 好 HERA這邊農田 趕快灑 灑到31片田 這個田能 肉量喔 待會就可以點帝王了 好 就砸了一發 頭車又被換了 現在HERA有點節節敗退喔 當然這個敗退也不是 故意敗退的 而是因為自己在農的關係 YO則是投資了非常多的防守科技 現在 頭車又被換掉了 OK 招翔頭車 工兵要過來點了嗎 沒有 忠告黃樂追不上 微妙 好 果然工兵點勝率還是很快 現在HERA也點下了馬坦 這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的 我已經雖然騎兵路線偏爛 但是需要騎兵的時候還是得出了 反正我經濟好 野量取勝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勝率要被點掉了 勝率被點掉了 勝率被點掉就難受了 YO現在沒有辦法扛正面了 好 騎士也被射掉 勝率要趕快按 現在這裡不能沒有勝率阿 又換一隻毛奴兵 兩隻沒換掉 招牆一下 唉唷 差點被噴到 有機會 找到了 OK 招牆到回頭打一發 砸到了生鋁 工兵有機會嗎 往上拍 拍到荔枝 被騎士給砍掉 OK YO有生鋁 平手就沒問題 好 接下來圍巾 這裡 是TC 繼續農上去 並沒有打算靠買賣 升級上去 因為 有可能你用黃金買肉 會造成 黃金 這個價格的供需 會固樣 這波青旗兵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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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這個青旗兵怎麼突然硬上了 但上的時機非常好阿 好 HERA這邊來蓋寶了 好 這一波騎士加肉馬 重創了YO的戰寶兵 好兇好兇 好 著想一下 生鋁又收進去 好 騎士血量一直是殘的 好 終於搞定這隻騎士 好 YO也出來蓋寶 哇靠 蓋是不是更快 ERA這裡有點難受 聰明要死很多村 OK YO這一波 ALL IN挖石 然後買賣一波 森帝王 巨頭出來 反擊城堡 這根城堡粉的難蓋咯 算頭石車多 但是生鋁在 好 讓我剛剛繼續講到買賣這個話題 買賣這個話題呢 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黃金多喔 可以多買一點肉沒關係喔 但其實喔 多買肉其實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買肉買上去之後 對手會發現 欸 肉換成黃金的價值 就會變得比較好 然後甚至呢 可以用不挖黃金喔 賣的基礎支援 你可以過著大量黃金喔 呃 金礦是有限的 這就意味著喔 如果你在前期喔 買了越來越多的肉的話 那後期呢 你就要難受 對方可能可以換取更多便宜的黃金出來吧 好 這邊想要蓋寶 但是蓋不起來 蓋到頭破起流 YO直接砸爛了 HERA的村民 HERA村民已經損失掉了7隻 呃 看起來這個要變成道德寶了 馬拉已經升到帝王了 還差3% 就能蓋好 好 後面直接補一根寶 HERA應該覺得很懊惱 怎麼辦 這根寶蓋不起來 喔 中敲好 敲好之後就可以反擊回去了 同時也在這個城堡射程範圍內 洛馬直接殺進來 這一波YO有點炸裂 本來剛剛還覺得YOG穩定度非常好 結果左邊 黃金果然被控住 現在馬來人家裡 沒有辦法很好的抵抗 HERA的洛馬 其實用生女招搶也是很難受 還是要轉奴兵了 別轉戰矛了 直接轉強奴吧 歐歐 轉強奴 五個問題不大 好 鏡頭一台一台就出了 這根城堡 可不可以拆掉嗎 好 洛馬來了 來不及 抖不住 過來修 不修硬修 好 抓巨頭 指引城堡傷害 HERA在修了 OK 但修不多 哇 莫馬這個被修掉 但是衝車來了 HERA的衝車 即時趕到 趕快督根 後面巨頭 唉唷 這個城堡炸裂之前 還是產出了一台巨頭 不錯 好 HERA這邊轉裝甲撲兵 三級射 哇 YO這邊真的要趕快轉 奴兵了 但是 YO這邊是決定要打爪刀嗎 打爪刀也打不贏 維京的 劍兵勇士喔 這個傷害 差的還是有點多 體質也是 好 還是要對撞了 打消耗戰 奴兵 配上 強制增兵 我覺得這個打法不錯 好 現在HERA 常見兵正在升級當中 爭取一點時間 雖然城堡炸裂 但是 YO的城堡龍星也被換掉了一個 而且也讓YO這個石頭不能正常 哇 那現在YO最擔心的就是 這個黃金喔 要是沒有辦法 繼續正常開掌 待會的壓力喔 就會很大喔 因為黃金只剩下這一塊了 那接下來黃金沒有的情況 就會不太好打了 好 繼續攻城 三排巨頭架起來抵打高 反制一下巨型偷襲 好 工兵也跑到了巨頭旁邊做防守 購買又來了 這次的肉麻 依舊目標是巨頭嗎 好 巨頭想打 但是高地的步度有點多 直接往後撤 YO點出了雙手劍兵 二級的步兵台甲 步兵 二級攻 就是台甲 好 直接貼了上來 但是有很多聰明在修理 應該是修得起來 好 後方城堡給到大量輸出 反而是把刀下山去攻擊巨頭 好 一下山就被射爛 完蛋了 時代不同了 好 現在YO優勢越來越巨大 HERA的劍兵偶是還在提升當中 現在三攻還沒有點 三級的步兵台甲也沒提升 現在Law也不是很夠 只有48騙艇而已 好 但HERA這邊居然是轉強弩 YO是轉戰矛 戰矛三級防 沒點了 好 那這邊也轉出了火炮 火炮出來之後 就會很好反制HERA這邊的巨型頭戲 甚至火炮也行喔 但是重點是HERA能不能成功守住呢 YO現在四頭非常的猛 到處狂拆喔 還是支援量看起來不是很樂觀阿 這個總是37000對53000阿 好奇怪好奇怪 我已經的經濟有這麼扯嗎 好像 好像領先了15000耶 這個支援領先15000是正常的嗎 15000可以出多少隻肉嗎 差200隻是不是 哇靠 哇靠 HERA這邊經濟沒想到我這麼好嗎 好 YO這邊開始轉弓兵 好看到HERA轉弓兵 而且好像有劍勇喔 來集結 弓兵趕快轉 但是黃金食物不太夠 資源差距有點大 好右側有一波小小的爪刀 爪刀部隊出門要來抓村民 他沒點攻擊力 他下只有6點傷害 好 正面把這個生物撿回來 偷幹了一個回來 但是劍有來了 兵兵數量不夠 劍兵勇士上來直接砍一刀 有機會拿下兩台嗎 一台一定是可以 哇兩台拿下 第三台呢 後方的強弩來了 直接一個包夾 OK 劍有直接砍爛這面的奴兵 什麼都砍 看到什麼就砍什麼 A就完事 維基人 這邊擁有 復兵的血量優勢 血量84滴血啊 一般劍有只有7滴 血量增加20% 所以是84滴 好我們在砍修城堡村民了 城堡村民直接被砍爛 ERA我已經直接用經濟帶走 YO 有沒有可能呢 YO這邊好像有點一面倒喔 強弩還點不下 肉有點多 黑色賣肉 可是肉的價格已經不沒了 好賣了600肉 換了458塊黃金 這時候賣黃金好像是有點慢了呢 這一波直接殺進來 城堡黑在 後面巨頭沒跟上 趕快來喔巨頭 劍勇已經在城下攻城了 但是後方的攻城主力卻沒有到達 好 常弩升級上去 好 常弩有常弩了 趕快射趕快射 馬來比較尷尬的是 是他沒有火槍兵喔 所以打劍兵勇的事 就只有常弩這個選項 不然就直接靠僧侶了 但僧侶招強會招這些步兵 招到頭破血流 所以還是靠工兵才有機會啊 好城堡順利的把 城堡順利的被拿下了 現在HERA繼續出劍勇 加上戰毛兵 OK這個組合打歪喔 現在是完全沒問題的 等這個火炮在裡面瑟瑟發抖 不敢出來 好 WHO現在野外 也有幾隻戳明被抓包 HERA這邊抓戳明抓得很漂亮 好到處都被抓 WHO這些戳明本來是要來挖野礦 但是野望早就已經被HERA給控制住 現在轉出強弩 可能還是只能靠買賣了 好繼續補下的增兵技術 攻兵台獎 好所有走動 WHO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HERA拿下被塞的勝利 飛波真的是慢性死亡 黃金雖然還能挖 但是也只能稍微扛住 這個資源差了兩萬一 到了最後 迴近的經濟真的是太好了 雖然前面 WHO有一度反打回去 但沒想到劍勇一出來 A就完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哇經濟的部分 HERA最後是贏得非常多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